科學會六 首先要解釋一下 上個星期我們做了一段事情 尾段有少少不見了 但是很小事而已 我們現在盡量放下去 找不到就沒辦法了 但是無了兩分鐘 大家也理解了 我們上次說了些什麼 我們要重複一點 上次我們開了一個題目 我們就講回那些中國古代力法的故事 從那裡我們還講一講 天南地北 講到究竟在古代的人 他怎樣掌握那些力法 掌握得準 以及怎樣去計算 尤其是日食月食的現象 去掌握得準 牽涉到的概念就是 你能不能夠接受一樣東西叫有桌圓形鬼道的概念 我們甚至推介了一部電影叫做《窮倉下的女神》 例如《Agora》很棒的 我都鼓勵大家去找來看 以一個叫做 如果喜歡看一些叫做武裝片 又和科學歷史有關的東西 就很推介 這個討論還沒完的 其實我是更加想仔細講一下 尤其是在那個中世紀 未去到那個科學革命未開始之前的那個狀態 當我們還是想企圖去發現一些科學真理 OK? 未有牛燈 甚至就是加尼亮的發現 都還未是廣泛地為人所接受的時候 那那個狀態是怎樣的呢? 今天我們想講多一些叫做日深雪地深雪的爭論 有些有趣的故事可以跟大家講一下 是的 日深雪和地深雪其實是何時開始有爭論的? 我想應該這麼說 原先你如果看回古希臘時代 他們那一套的宇宙觀 基本上就是太陽月亮星星圍繞著地球轉 然後天空就是一個殼 接著那些星星就雙了上去 所以這一套好像很符合我們common sense的一套圖像 基本上就一直去到基督宗教那些 一路接受這個概念 你說如果有多一些聲音在挑戰這套學說的時候 就是講到去到十六世紀 差不多的時候 甚至十七世紀 才可以遇到一些大一些聲音 就是會不會有其他的可能性 就是說地球不是在這個宇宙中間的 可能是太陽才是中間的 才是這樣的一回事 這個真的去到很遲 算是很誇張 跟今天是相差四百多年的時間 是啊 好啊 這個第三歲月和日三歲月的爭議 是透過了什麼決定性的觀測 而知道哪一件事是對的? 其實這樣說 你問我現在這樣說 如果你現在問一個標準 天文學家 日三算對 地三算對 一個串的答案就是兩個都不適合 因為其實大家心水清 你會知道就是 根本我們什麼樣東西都不是宇宙的中間來的 是的 宇宙中間是哪一件事 根本都沒有center 是的 我們沒有宇宙中間概念的 我們只知道就是說 月亮圍繞著地球轉 地球和月亮一起圍繞著太陽轉 跟著太陽帶著我們一起圍繞著銀河系中心轉 跟著我們的銀河系又帶著我們圍繞著整個星系群中心去轉 跟著整個星系群又帶著我們圍繞著整個星系團中心去轉 跟著又一路撞下去 故事其實又會是這樣的 但是 其實這樣說 你如果講對的程度來講 我就的確就是說 日深雪似乎給出一個更加簡潔的圖像 就可以在更加少假設的情況之下幫我們解釋到這麼多東西 所以我們會認為 用日深雪這個圖像是更加貼近現實的 不會正確一點 我就會這樣去講 當然大家提到就是說 講這些日深雪地深雪的爭拷 你就不得不提那些叫做布雷諾 哥伯尼這些人 其實我不只是想講這段歷史的 其實這個爭拷 我們後來知道會完滿了也都死了 是不是? 講整個天主教 是到現在都不可以說完全徹底地為了當年做事去懺悔了 我就會說 你如果問今天的天主教 他當然是認為我們現在科學讀到的才是最對的 當初那些叫做託立物的那些叫做地深雪應該就不對了 就是你就算在天主教學裡面 你就算問那個神父去教你那些最新的科學 普及科學的東西 他都會跟你說 用太陽脈中間的了 如果說太陽脈的時候 但是其實這段故事還可以慢慢講到就是 會不會後來有沒有 其實我們在古代中國的時候 有沒有這些這樣的日深雪地深雪的討論 有沒有蔓延到那個情形是怎樣的呢? 是有些很有趣的東西可以講到的 但起碼一樣東西就是中國在中國歷史上 就不需要搞到要將這個加利略要軟禁大事 就不需要 至於要去到這樣的死人 維穩這樣的狀態 這個就要大約看回 找回歷史的時候很有趣的 其實原來到了今時今日的天主教教會 我看回這個耶穌會中華省裡面 它依然都是有一些今時今日的文章 是為當年天主教的行動去辯解的 但是當然大家有多接受 有多同意 就留給大家去做判斷 其實這樣說 大家不要誤以為 就是戈伯尼提出這個日深雪 然後天主教當時反對 然後有人就唱同時間高舉這種學習的時候 就被天主教燒死了 事情是不是這麼簡單呢? 是不是戈伯尼提出了日深雪之後 之後整個世界立刻接受了日深雪的事情 當然是沒有那麼簡單的 我們看故事的時候就以為是這樣的 一些事情好像一瞬間都發生了 但是其實整個過程裡面 我就會說很多很細節的位置 就是說戈伯尼自己本身沒有蛇鬼 他自己都不想提出的這種新的學說 成為自己處身在這個天主教建制裡面被攻擊的一個對象 首先要搞清楚戈伯尼自己本身都是神父 戈伯尼自己都是神父 他自己在這個體制裡面 他自己有一套這樣的想法 他發表的時候 一定是他最擔心的事情就是什麼呢? 就是擔心這個事情發表了 會不會影響到天主教這個體制的穩定呢? 他自己是有這樣的效量 甚至乎他最後擺在他的生命很後期 才敢將這件事情發表 而發表的時候帶了一個很大的頭盔 就是說其實我這裡 在我的這個研究結果裡面所發表的東西 就提供了我一個叫做解釋的方便 就是如果我要展現這些天體 是怎樣運轉這些這樣的星球軌道 運轉現象呢? 但是我發覺將它擺在一個 太陽在中間的這個圖像裡面 令到所有的東西是更加容易的 你們解釋的 他是這樣說的 那是不是一定會是這樣呢? 他就不負責的 其實基本上 就是這個就是 還有他基本上就快要死了 所以要他負責他 應該也不是很多痛苦 而就算今天的天主教 他都就是說 其實都是只不過呢 天主教都不是沒有科學精神的 他都是根據當時的證據 來去維護當時的主流學說的意思 但是當然如果今天去看的話 就會覺得就是 你是不是為了這樣也要處死人呢? 他說不是 那當然就是我們 你說的日心說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那些人借日心說來攻擊聖經 就不對 就是這樣解釋了 其實就是 那就是這件事情我覺得 你問我我就老實說我不敢糾騰了 就是客觀科學的真理 我會看得重點了 就是作為一個做科學的人 就是一個經歷過實驗實證和觀察實證的事情 我會覺得是一個更加得到反覆驗證的 才是更加貼近真理的事情 那當然就是 宗教裡面有他宗教自己認為的真理 於是他用他自己的真理去殺了人 這樣解釋了 但是當時的耶穌會 他事實上那個天文的知識水平上是比較高的嗎? 其實是高的 是很尖端的 就是我記得上個禮拜 我特意提過幾個人物的問題 就是你如果說耶穌會自己 講伊納雀來搖拉他本身 他自己都是很堅持 就是用那種叫做考證的精神 我不敢說是科學 因為沒有正式的科學方法 一種很客觀驗證的精神去靠真理 而之所以有耶穌會 就是因為很希望有一個 最高智慧標準的人去告訴大家 客觀的真理是什麼 所以我就會說耶穌會自己本身都有一種 就是我會同意 他都是有一種堅持科學精神的人在背後 你說到利馬道這些人 他將那個當時最尖端的那些數學 那些客觀的觀測的 早期一些科學的東西都帶了去中國 甚至乎我也都提過一個人物 叫做羅瓦谷 他就有份去繼利馬鬥之後 去遠洋航行 來到這個澳門 甚至去到北京 去參與那個古代中國奮法的修訂 在崇禎歷書裡有相當大的貢獻 這個貢獻延展到我們今時今日看到的農曆 都是有他們貢獻的影子在那裡 原來他們的貢獻都不限於這個奮法和天文那裡 甚至乎那個人體的結構 原來也都是羅瓦谷這位神父 他有份是由耶穌會 他在這個耶穌會的鍛鍊學習那裡 將這個成果帶過來 而值得一提就是 而當時可以說 天主教也都毫不論識的東西是耶穌會 耶穌會就特別集中在遠洞做很多的工作 毫不論識地將這些當時在西方裏面 最叫做 鬧得最厲害 最尖端的一些研究成果 就將它帶了過來東方那裡 那種天文觀察 那種人體的那種了解 對於病理 地理這些等等的知識 原來都是由這批神父帶過來 所以就是說他們 我不會說他們是科學家 他們基本上是一個真正的博士 就是很薄學的人 就將這些當時在耶穌會裡面 找到他們探索 向不同範疇探索自然界的真理 都拿了過來 但是我們可否有假設就是 如果就算沒有這個 加利略這班如果是在教會裡面 其實他們自己都會在某個時間 會發展到科學 我覺得一點都不奇怪 因為就算你不是在講他們 你去到中東講回教的文化裡面 已經有些人引用了出來的 所以我就會說 只要有那種這樣的氛圍 有那種這樣的辯論 在那裡 你會發覺就越來越多 後來這間 英國的王家學院 其實都是一種叫做 就是追尋真理追尋知識 那種這樣的機構在那裡 它可以是由君主去主導的 也都可以由 君主不只是那種叫做 一個國家領土上的君主 而是可能是一個宗教上的君主 宗教的領袖 它自己本身都希望去主導這件事 那就可以就是說 我自己說不到 就是可以早幾多遲幾多 但是有這樣的土壤在那裡 你會看到當時的歐洲在那裡 還有你記不記得 在比利時有個神父是拿羅布爾搶的 嗯 是的 是的 所以它其實沒有一定的必然的 就是在說很早期的時候 現在你真的有一些儀器要這麼專精 你真的要很專門地去研究 真的要很專門地做一個科學家 才能夠靠近 那在比利時有一家很著名的大學 老文大學其實是天主教大學 但是那家大學的科學的水平 對上很高 沒錯 那最後想問一個問題就是 在中國這個意識形態的問題 沒有去到這麼極端的 但是是不是因為沒有了這個意識形態的問題 所以大家沒有什麼心機 要尋根究底究竟是第三設定 其實很有趣的 其實你如果說中國的文獻裡面 它一樣有不同的 它有些學說 有些他都說了 只不過我們浮在一個虛空的中間 但是那些學說之間 有沒有一個很激烈的爭拗 有沒有需要和那個建制去爭論呢 首先皇帝自己也沒有這樣的堅持 但是我覺得有一件事很有趣的 你想一下 在當時這個一六幾幾年的時候 正正就是這些這樣的 日深雪地深雪咬到臉紅耳青 甚至乎要死別人的時候 也在那個時候 尼馬鬥、羅亞谷、湯若浪 那些神父就把這些東西帶過來 其實這裡可以值得問一個問題 而我也聽過有學者研究這方面 就是當時究竟尼馬鬥這幫人 甚至乎在崇聖歷書裡面 有沒有記載當時的一些西方的 當時的一些爭拗呢 比如日深雪和地深雪的辯論 有沒有記載下來呢 原來很有趣 是耶穌會的傳教士 當時巧妙地避開了這個問題 他們可能覺得這些都還沒有搞清楚的東西 就不要寫下去崇聖歷書那裡了 他們原來用的方法是很有趣的 就是有時候那些圖表 明明在西方的典籍裡面 就畫了整個太陽系 或者畫了整個地深雪的模型出來 但是當這些圖表搬到中國的時候 就只是把它剪掉了一部分出來 只是看部分 這件事我先說明了 不是我的發現來的 因為很記得當時我是由香港大學的中文系 裡面的一位研究的專家 他自己考證的結果來的 這個研究成果是那位叫陳令昌先生 他自己的發言來的 但是我一直很想找回他發表了出來的論文 但是我很記得在研討會 他在那個校內就發表了一個這樣的研究 但是我覺得很有趣的地方就是 原來曾經出現過的一個情況就是 有這些日深雪地深雪 在歐洲當時那個演化 就是那個演進裡面可以看到 後來怎樣去辯證出來 而這件事就原來沒有很刻意地去 帶來中國那裏繼續爭論下去的 徐光啟那班人繼續把這些東西翻譯 去編修那些這樣的書籍 但是到了崇禎曆書那裡 如果你看回這個 我會覺得作為這個 是中國比較近代 還要和西方交流的結果 而那個文獻是和科學有關的 我覺得崇禎曆書是一個寶座來的 但是很有趣就看到就是 因為這些耶穌基全教士 他不想把這些爭論帶到東方那裏 他覺得這些是龐之末節的東西來的 最重要的東西是全教 這些是龐之末節的東西來的 於是乎就沒有把這件事 他完全地去種植了 就是叫做轉播了來在中國這裏 那我相信在他們心裏 其實他們都認同隔離略的 只不過礙於這個教廷 現在有一種這樣的所謂的教條 他們避免了那個刑罰 避免這個政治爭論 或者避免掀起了有人別有用心地 去攻擊這個聖激的真確性 甚至攻擊整個教會 於是可能這些的討論 就會在內部那裏 就是在內部那裏 其實可能他們最後就是 他們的共識其實是日心算是對的 其實是日心算是對的 其實是日心裏面 我相信一個政治問題多過一個 是的 所以其實這件事 你見到政教學一 就是這些事情很多時候 連那個科學都要復譯於 這些教條的 其實復譯於政治的一個結果 好的 好的 我們今天的節目時間差不多了 那我們不如下個禮拜再見 因為我們在做的時候 已經開始狂風暴雨了 是的 是的 快點去安全地 好的 下個禮拜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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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